暑假就過了,那大小貓仔都要上學啦 上學之後究竟要做些甚麼?做功課、測驗、考試 當然不是啦,最好當然是去staycation 這一刻去staycation,根本就不用跟人逼 馬家貓這次找到一間既有廚房又有露台的酒店房 實行你一次煮飯仔staycation 對著海食和牛,真呀真呀 家貓愛你 家貓愛你 當全城都湧著去西貢的一間全新酒店的時候 馬家貓就反其道而行,預訂了一間西貢的舊酒店 這一間正正位於西貢海邊的The Pier Hotel 在陽光普照之下,拍出來的畫面真是特別漂亮 我和癡性馬家貓訂了的就是這一間豪華露台房 聽過名,以為好勁啦 其實是全酒店裏面最低級的那間房的等級 雖然這一間是幾低級的房 但是這一間等級的房都有一個廚房和一個這麼大的露台 適合我們今天煮飯仔的主題 當你站在露台的時候想看到一個無敵的大海景 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側頭 因為露台對著的就是一個大的船廠 馬家貓之前住來住去的都是在鬧市裡面開著冷氣的staycation 今次真是可以來到海邊開著門曬太陽啦 從來的貓最喜歡做的就是在陽光底下曬太陽啦 但是你想來到這裡曬太陽其實都不是一件意志來的 首先你那天一定要有太陽先啦 讓你看到有太陽那幾天你才走來訂房 又太遲啦,因為這一間酒店經常的房都被人訂到滿了 遇上真是這麼幸運的話,你就會拍到這些相片啦 所以記得要跟太陽伯伯溝通好,要莊揚啦 既然今次都玩到親親大自然那樣 不再辦完原始人在這裡煮飯啦 要在酒店煮飯仔的先決條件 就是你間酒店房要有一個廚房 要不然你又會好像在迪士尼打邊爐那樣 被人拿上網公審啦 電磁爐上面看上去就有少少污漬 那就是好事來啦,有人用過 起碼電磁爐不是壞 每次入住的時候都還有一塊全新的海綿 這一塊海綿千萬不要浪費呀 洗完門的時候,趁它有些油在上面 記得拿來洗澡呀 抹在皮膚上,令到你的皮膚更加潤滑 跟著這個畫面就厲害了 這一幕就叫做雪白的貓爪拿起一個小鑊鏟 在小鑊鏟的對出 即是螢幕現在右手邊見到的地方 我們發現了兩個危險品 經過調查之後,發現了兩個利器在裏 進來這一間房,千萬不要吵吵 要不然被人拿把利器切去就敗家伙 想保衛自己呢,不是沒有方法的 上面有一個鍋和一個鍋在裏 給大家看 今次就真是為人民服務啦 來到這裡,值得訂閱馬家貓啦 未訂閱我們的話,記得訂閱我們先呀 訂閱了的話,按鈴鐺 去Dust vacation,你的首要條件就是要儲夠錢 而你要煮飯仔的話 你的首要條件就是你要有足夠的食物 要有足夠的食物,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自己抬一堆食物進來慢慢煮 或者你直接上網訂完一些食物之後 等它直接送到酒店的門口 要煮得整這一頓飯 我們亦都特別多謝一堆鐵板燒 為我們安排和提供所有片段裏面的食物 食物送來的時候,全部放在這個保溫袋裏面 吃完之後就拿走這個保溫袋 冬天的時候就拿出來,丟隻貓下去睡 隻貓應該幾乱粒粒 而這一刻的保溫袋就夠了低溫 因為裡面它放了兩塊冰在裏 山長水縣入到西貢,你不小心走到咬茶的話 馬上有兩塊冰給你敷腳 至於食物方面 一句就送了一個和牛燒肉四人餐過來 我們訂的房型就有個特大的露天露台 所以就可以搬所有東西出去 慢慢對著天,看著海,在燒肉吃 至於普通室內的酒店房 大家千萬不要亂來 整個餐裡面已經包了四人份量的和牛食材和調味料 還可以加多幾十元就可以換到燒肉用的那個爐 和所有必需要的燒肉工具 連碗碟碟碟,桌布都有賣 你真是買一個這樣的餐,放在車尾箱 再拿著車去一些廟無人煙的地方 看著星星吃燒肉 你說多麼浪漫呢? 這一個餐的和牛總共有四款 全部都是用了日本A4的和牛 大大舊的這兩舊 一舊就是日本和牛西蘭 另一舊就是日本和牛肉眼 油花方面,看上去分部都幾平均 一舊這樣的和牛扒已經吃飽一個人了 和牛扒起碼都要煎一會兒 肚餓的我們當然是煎了一些薄薄的 馬上吃得的堅甲肉先啦 吃完堅甲肉,這裡還有一個和牛的大腿 大腿都吃完人家了 我就決定一會兒拿洋蔥下去煮一煮它 這個四人餐除了剛才看到的四盒牛之外 還有這兩盒日本的三瓶豬 雖然它是來自日本的豬 但是當你吃完日本A4和牛之後 再放這些豬入口 它的角色就立即變成沖機用 豬就用來沖機用 但是這裡的海鮮又變回主角了 有珍寶大帆立貝和這個機主鮑魚 當你放了食物出來鋪滿整張桌之後 樓上樓下旁邊左右見到 一定會問你同一條問題 它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問 究竟你的食物在哪裡買的 你回答它的答案就很簡單 你叫它看馬家貓 當它真的走回房看馬家貓的時候 你就當然馬上拿一塊和牛上來 燒熟它,引它 你一塊鮮紅粉嫩的和牛肉眼 燒兩燒之後 竟然變成牛肉的顏色 從來都不會煎牛扒的馬家貓 見到它變成牛肉的顏色 就決定逐塊逐塊剪到碎絲萬段 剪碎它之後就更加容易放入貓口 放在貓兜之後再加少少調味料在上面 隨便拿一塊食入口 日本的A4和牛 你吃到的就是很濃郁的牛香味 不想連續兩塊大牛扒吃到肚子 中間就可以間長先吃一吃海鮮 嘩,什麼事啊 黑包重現人間 有四隻這麼大的黑色鮑魚在這裡 看它的名字 怪不得知原來它們是機燒鮑魚 醃到入味這樣 燒一燒它 絕對是一隻好入味的鮑魚 除了牛和海鮮之外 其實整個餐裡面還有兩盒蔬菜盒 蔬菜盒裡面會有菇、脆肉瓜 還有洋蔥和山菜 山菜大家都知道怎樣用 煮熟一塊牛之後 用山菜夾著吃到肚子 而為了提升這個在街市賣5元的洋蔥的價值 我就決定將它和名貴的和牛大腿煮在一起 整件事就是名貴了很多 整個四人餐裡面總共有四罐這些燃料 我燒了所有食物之後 其實還有兩罐完全未開 我又可以拿東西回家 慢慢再燒過了 神聖馬家貓就好懂享受 我一直燒肉的時候 它就坐在這張沙發裡 看電視吃和牛和喝汽水 至於新怒的馬家貓 這次真的變了主食男了 這次見到這裡有個廚房 馬家貓當然是發揮用得不要浪費的精神 用盡它 我們決定在這裡自製午餐才退房 至於吃什麼 當然是吃得不要浪費 吃一具 這次要吃的就是一具這個澳洲M7和牛的福袋 福袋裡面除了有這塊澳洲和牛西蘭之外 另外還有一塊和牛肉眼 這個袋又怎知道這麼小 其實裡面還會送這個美國SRF的極克和牛版件 馬家貓就去櫃櫃那裡 找到昨天找到那一件 可以作為智慧工具的那個鑊出來煮一塊牛扒 那個鑊其實就花花的 糟了這次會不會吃到中毒的 要煮出一塊好的牛扒 首先要拿牛油去填補鑊裡面的花紋 之後聽說要趁鑊熱的時候 就整塊西蘭丟下去 丟完下去之後就不要手多多在這裡動它 這個平底鑊和牛扒簡直是天生一對 你看看你看看如果鑊細一點的話 它根本就放不下牛扒 當馬家貓扮完大廚在這裏調味料之後 我們就把牛扒放上碟 切下去的時候大家都看到牛扒多軟 裡面還有些肉汁 馬家貓這次真是煮出大廚的功架 剛剛榮升大廚 馬家貓當然是煮食煮上癮 立刻就煮這個極黑和牛扒 這個和牛扒最棒的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它夠薄 煮兩煮就煮完 省下很多功夫 有廚房的酒店房 其實又真的挺好玩 至於這一間一居鐵板燒 它送外賣的套餐真是可以說蠔有豪吃便宜便宜吃 這次又是名符其實的一間 風劍油人燒肉店 想要蠔又夠人多的話 可以吃馬家貓吃那個四人和牛燒肉套餐 如果你人少少又想便宜的話 其實499元都已經叫到一個二人的版燒套餐 除了燒肉套餐之外 剛才馬家貓做午餐的那個和牛福袋 這裏都有得買 還有一堆氣炸鍋的食物 古靈精怪的一些小食和零食 一次過可以送給你 是送貨的送 不要混亂 如果你是早一日落單的話 只要買滿500元的話 就會免費送貨 送貨的時段都可以選 真的可以送到你家 或者送到你的酒店 下午3點前落單 買滿1000元的話 更加可以即日送貨 而一居鐵板燒 為了搭全球的馬家觀眾 特別推出了這個馬家貓曲 拿這個優惠買下單的話 還會有九折優惠 真的 段片拍到來這裏 癡性馬家貓終於裝洗東西了 不知是否想做肥塊海綿 進去洗澡用呢 今天段片就來到這裏 家貓愛你 記得Like這條片和留言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 拜拜 晚安 你先往內 你去洗澡 酒 你去洗澡 你吃得很衣 我去洗澡 能太恥 柔術